沈建光为京东英勇副总裁、首席经济学家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乐坛理事,国家统计局于11月14日公布了10月经济数据。 我们认为,中国经济整体延续了下行态势,加之近期金融市场动荡,明明经济报价受阻,当前中国经济稳信心的需求极为迫切。 国家统计局于11月14日公布了10月经济数据,其中,消费出现明显消滑,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.6%,包括汽车在内的主要消费品增速均大幅回落。 此外,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.9%,连续第二个月跌破6%,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虽小幅回暖,但仍处于5.7%的低位。 量点是高薪技术保持强劲,极建投资逐步其稳。 房地产或已进入下行调整通道,外贸数据强劲,背后是对于贸易战不确定性的担忧,加征关税的负面影响已开始显露。 我们认为,中国经济整体延续了下行态势,加之近期金融市场动荡,民营经济发展受阻,当前中国经济为信心的需求极为迫切。 宏观经济延续下行,消费明显回落,消费者信心不足,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,同比增长8.6%,比9月低0.6个百分点,出现较为明显的消滑。 我们此前关于消费消滑的担心成为现实,汽车10月同比下降,6.4%,降幅略有收窄,连续数月拖累消费,粮油,食品类,烟酒类,服装鞋帽,真纺织品类,日用品类,文化办公用品类,通讯器材类等同比增速均大幅回落。 一方面因为去年双节在10月,存在一定基数方大效应。 另一方面收入增速下降和财富效应缩水,导致消费者信心不足,是下滑的主意。 仅有少数品类保持平稳。 其中,中西药品类10月,同比增速11.5%,降上月上升2.6个百分点,或与季节变化感冒多发有关。 建筑及装潢材料本月同比增速8.5%,降上月上升0.1个百分比。 工业生产低位徘徊,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,同比增长为5.9%,连续第二个月在6%以下,增速比上月加快0.1个百分点。 与10月PMI回落,发电量下滑态是一致,分发大门类看,10月电力、热力、软气及水生产,和供应业增速高位回落,成为拖累工业增加值低位增长的原因。 采矿业增速提升明显,创下全年最高增速3.8%,制造业低位有所其稳。 增速比上月提升0.4个百分点,其中高新制造业增速量也为12.4%,与销售端低迷一致。 汽车生产端同样不佳,10月汽车制造业增加值由正转负,比上月继续回落1.4个百分点。 其中汽车总产量同比增速负9.2%,轿车和SUV均保值不增长,但降幅有所收窄。 新能源汽车表现不俗,创下49.5%的增速。 分产品来看,水银、升铁和粗钢分别增长13.1%,7.3%和9.1%,原煤和原油增速也有所上升。 均创下全年最高增速,从经济类型来看,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增速会落明显,分别为4.6%和-3.6%, 而股份制企业和外资增速均比上月加快,初步显示出晚信心的效果。 投资小幅回软,极尽其稳,高新技术保持强劲。 1到10月,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.7%,比1到9月即升0.3%,各百分点。 其中,基建投资仍处于较弱水平。 一致10月基础设施投资,同比增长3.7%,较一比9月上升0.4%。 其中公共设施管理业,到陆运输业投资增速越有提升。 水利管理业,且陆运输业投资降幅收斩。 10月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基建不短板,随着政策力度不断加大,基建投资逐步企稳,后续流亡稳不回升。 制造业投资增长9.1%,增速较8月提高0.4%,各百分点。 其中高新技术制造业仍贡献较大。 专用设备制造业,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,计算机,铜线和其他电磁设备,制造业投资增速较上月继续上升。 分别为15.8%分号,11.6%,19.5%,传统制造业整体平软。 汽车制造业投资增速略有回升,农副食品加工业,绑织业,有色金属液链和压延加工业增速较低。 铁路、船舶、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下滑幅度扩大。 房地产投资进入下行通道,一到十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,同比增长9.7%, 较一到九月继续下降0.2%,土地购置面积增速,与土地成交价格增速仍存在背离。 房地产投资增速仍受名义价格因素影响,下滑幅度可能更大。 此外新开工面积增速小幅回落,销售方面,一到十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, 及销售额分别增长2.2%,12.5%,较一比九月继续回落0.7%,0.8个百分点,需求疲态进行。 帮起资金面方面,国内贷款及按揭贷款仍在下降。 政策调控下限金流紧张的局面人为改善,帮助不吵,短期内不会转向。 近期市场对房地产影显露悲观情绪,房地产市场或进入下行调整通道, 抢出口效应犹在,贸易战影响显现,中国十月出口,以人民币计,同比增长20.1%,预期14.2%,迁值17%,进口增长26.3%,预期17.7%,迁值17.4。 短期外贸数据强劲,集中反映了对于贸易战前景的担忧。 从前瞻性指标来看,中国出口前景并不乐观,PMI新出口订单指数自7月以来已经回落至50%融库分界线以下。 10月出口新订单,PMI仅为46.9%,以加征关税的2500亿美元商品,已能观察到负面效应。 此外,刚刚结束的第124届广交会,每季出口成交近300亿美元,同比2017年秋交会下降了1%,其中,对美出口订单明显消滑,成交金额同比下降三成,仅为27.9亿美元,显示未来贸易风险不容小视。 主机标转换,政策面混乱,前景并不悲观。 当前中国面临经济下行,民营经济运行困难,市场信心不足,贸易摩擦导诸多风险。 多重压力之下,近期政策面有所混乱,10月政治局会议突出了四大重点。 防板经济下滑,有亏民营经济,借着股市新鲜,以及比于外部风险。 当前经济工作的主机调,再次转换稳增长上来,从出杠杆阶段进入稳杠杆阶段。 在此背景下,近期各部门纷纷发力,针对民营经济困境,扩大进口,对外开放等领域的政策密集出台。 此外,考虑到近期各种信号,显示中美贸易谈判希望要大,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并不悲观。 我们一直强调,未来的一段时间对中国经济将相当关键。 对内容提振信心,包括企业家和消费者的信心,把信心的各项措施要紧敢落地并持续发力。 一方面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,过程中避免一刀鞋,短期舒适和长效机制统筹考虑。 另一方面10月金融数据显示,当前货币政策有效性正在降低, 一,财政政策要与货币政策打好配合,发挥更大作用。 如更大规模的减税并尽早落地,对外要把握时间窗口。 如11月的G20中美谈判,积极促进中美在贸易问题上达成和解。 反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AO。